马来西亚新山慈季幼儿园教育不忘慈善 配合蔬果护照活动举办了大爱厨房 让小朋友们化身成小厨师 亲自烹煮及制作素食餐盒 再意卖给爸爸妈妈 为马来西亚分会的洗肾大楼 与教育大楼尽一份力 穿上围裙 套上头巾 再戴上口罩 小朋友们十足大厨师的模样 准备要烹调五星级的爱心餐盒 从洗菜 切菜 到烹煮的整个过程 都难不倒这群小小厨师 其实孩子都很喜欢烹调的过程 因为他们也可以让爸爸妈妈尝到他们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煮的 他们也在煮完了以后 他们也很开心地吃 很好吃 然后我要回去跟爸爸妈妈分享 孩子们用心制作的饭盒开放让家长订购 大爱厨房除了有效鼓励了孩子们吃素 也带动了家长一起配合 为了让父母了解素食同样很有营养 特别在餐盒旁付上营养资讯卡 标明食物的营养含量 小朋友第一次下厨 都迫不及待地和爸爸妈妈分享起自己的拿手好菜 你明天要煮给爸爸妈妈吃啊 这样咯 等一下就想说 他会问回我们 你们想吃什么啊 这样咯 他就是说想吃什么 煮什么给我们吃咯 这样 一个小小的饭盒 里面装的除了有美味的晚餐外 还有孩子们满满的用心 爸爸妈妈们吃在口里 温暖在心里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宫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